今天是10月初十,许家庄丽阳身处交易市场过大击,击上来了一分门骑的骆驼很引人注目。 自己起来了,握着累了,靠个头,真的是非常听话,赶紧起来,起来了啊,很好很好,让听懂的人话,很好看,又好看,又懂事,又懂话,让握下也非常轻松。 每当过急的时候就会来骑乘马,今天来赶急的骑乘马漂亮的很多,一起欣赏一下好看的骑乘马。 今天来赶急的朋友们很多,也带走很多骑马牛,给大家看看部分视频,听听是什么价格。 过急,这有客户买小马斤,这是两句啊,一共是50多匹,8块5一斤啊,过场。 这个客户是要了两次啊,这是装个第二次,过来,你看有客户买牛,往外赶牛。 这是昨天早晨到的母牛,今天早晨卖,买出来两个母牛啊,7块2一斤,马上去过场。 这有客户买的嘛,是20岁的嘛,9块2一斤,过场。 这边又有客户买牛,价子母牛,价子母牛啊,这是7块9一斤,又有客户买牛。 它刷出来两头小母牛啊,这是7块5一斤,上车去。 基本上又有客户买牛,价子母牛,价子母牛,价子母牛是7块2一斤。 这有客户买的驴,这驴是31块钱一斤买的啊,上车。 基本上又有客户买小马斤,上车。 这是昨天晚上到的海远尔的小马斤啊,装了四年一车,9块3一斤,马上去过场。 这是昨天下午啊,昨天这时候到的海远尔尔的嘛,装了四年一车,这是9块8一斤,马上去过场。 那就是12点,这有客户买的吧啊,没改。 来,6米8,又装了一车,小马斤。 这两个一斤是要了两车,又客户买了一车,小马斤啊,过过场。 这小马斤有客户买的价子母虑啊,28块5一斤。 今天小马斤走货量照样非常大,是一点半多了,这还有客户买小马斤。 一个周是要60多匹啊,9块多一斤。 今天过急小马斤卖风了啊,装了好几车了,还要继续装。 走走走,上车,上车,上车,这车小马斤装好了啊,两车都只走太多一斤,过场。 这个客户买了一车小马斤,过场去,排队长过场的啊,这个过场。 这个客户买了一车牛,过场。 这两车牛都是要过场出门的,这个客户买了一车驴啊,驴机子,一会去过场。 这个客户买了一车驴,过场出发的,买了这一车驴,要出发了。 这个客户买了这一车驴,要出发了。 买了,买的驴和牛,出发了,这客户买了一车小马斤,马上出发,那有客户买了一车牛啊,就在过场,这客户买了一车马过场,另外一车牛,准备前,这一车牛,马上就要过场出门。 这个车上装的有牛,有驴,另外过场出发,那车上有马,还有草,这个车上装了一车小马斤,另外一个出发的,另外一个小马斤,那这小马斤都是小马斤啊,一会都要出发。 昨天早上倒的牛和马,那一车,这把这些马,这会都是要过场出发的。 今天上网马照样走过量非常大,马上中午12点了,继续大家走过,这边装的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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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边装的牛,这边还有装错的,12点了,继续大家走过,继续马,排队,出发。 石家庄,丽阳深处交易市场,农历本五排时过期,下个集是10月15,欢迎大家来赶集。